香港人生活節奏急速 工作壓力大 再加上經歷了一年多的肺炎疫情 不少人生計都受到影響 一波接著一波的疫情爆發 令人都身心俱疲 而幻想不同程度的情緒問題 很多人只是關注身體上的毛病 而忽略了心理健康的重要性 在中醫角度 情緒過激可以令五臟六腑出現問題 導致不同疾病發生 除了一些情緒的疾病 例如抑鬱症、焦慮症、失眠等等 身體上的疾病 例如胃痛、肚瀉、月經失調、偏頭痛等等 都是與情緒相關的 從中醫角度來看 情緒大致上可以分為七種 分別是喜、怒、憂、思、悲、恐、經 又名七情 如果人體長期或突然受到強烈的精神刺激 超越了自身可以承受的範圍 便可以影響到人的氣血運行 狀腑功能失調、導致疾病發生 大家應該有見過或親身的經歷 如果有擔心的事 我們會沒有胃口吃飯 但事件完結後 胃口又恢復正常 亦有些人親人離世後 就一直失眠到現在 又或是有些人因為情緒過分激動 而出現中風的情況 其實這都是七情過激 而導致身體出現問題的例子 不同的情緒可以影響相應的狀腑 其中心主喜、肝主怒、皮主屍、肺主悲憂、腎主經 如果過分開心、興奮過度 可以導致心神不靈 出現心慌、失眠等情況 過怒會傷肝 導致肝氣屈結、出現胸脅障痛 月經燃後或停閉 痛經、腫瘤等情況出現 而思慮過度會傷心脾 導致心脾涼虛 出現失眠多夢 肚臟沒有胃口 便秘、肚瀉等消化不良症狀 而消沉意志和悲憂情緒 都可以傷到肺氣 導致不夠氣、不想多說話 個人沒有精神和抵抗力下降等 而過度驚恐便可以傷神器 導致月經不調、易便失禁等問題 七情過激可導致我們病 另一方面 七情變化都可以有利於疾病的康復 當我們人病了時 保持樂觀和積極的心態去面對 相信自己可以戰勝疾病 亦有利於病情的好轉、早日傳語 相反如果是悲觀消沉意志 便會影響到氣血混行 令病情加重 總括來說 長期的情治失調 可以導致全身不同的疾病出現 實在不用忽視 如果發現自己有情緒上的不適 應該要早日積極治療